27岁一夜成名,结婚时王妃给她当伴娘,今44岁掌管半个娱乐圈。 罗海琼作为娱乐圈的女明星可谓是一股清流,她拥有甜美秀丽的面容和甜静温婉的气质,算不上最美,可是总是能让人过目望。 无论是像物相语又像风中娇滴滴的方子怡,还是好想好想谈恋爱中同心未眠结极具文青气息的桃春,都让人记住了这个甜美的女孩罗海琼。 罗海琼出生于甘肃兰州,家庭条件很普通,爸爸是开救护车的,妈妈是一平凡工人。 罗海琼在家里最小,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。 罗海琼从小就喜欢跳舞,1995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,因在《像物相语又像风》中饰演方子怡而一夜成名。 其实在还没有成名之前,罗海琼还曾在《莲花童子哪吒》中饰演过苏达吉,只是这部这部剧年代久远而且反响不是很大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。 虽然罗海琼饰演的苏达吉没有泛冰冰妩媚,没有复义为经典,可是罗海琼却被认为是最纯的狐狸精。 罗海琼不但在事业上顺风顺水,而且感情上也是非常幸福。 2010年的时候,罗海琼与费琼在北京结婚,费琼虽然其貌不扬,但是却是华裔兄弟经纪公司的副总裁,最主要的是非常疼爱罗海琼,结婚的时候甚至王菲都去给他当伴娘。 出道多年吴飞闻,38岁嫁华裔兄弟副总裁,成为华裔老板娘,掌管半个娱乐圈。 如今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不得不说,罗海琼真是人生赢家。 只是现在的罗海琼已经很少街拍新戏了,而是将重心都放在了家庭上,做起了贤妻良母,希望罗海琼越来越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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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